到天津布隆厨的美食 听到旁边那个嗡嗡响了嘛 这其实是在我拍摄计划之外的一个小吃啊 然后刚好偶遇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一起去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啊 这个怎么卖啊 来一份 这个是米粉是不是 然后给它上这个 蒸起来 上面是一个果馅 有好几种口味啊 连这果馅都自己嫩的 放上一个馅 来看一下 熟离糕 买完了来看一下 熟离糕 买完了来看一下 十块钱一份 这一份有八个 然后它每个上面都加了一些果酱 他们家刚看在大海做的是 把果酱直接放到上面去蒸了一下 然后有的是蒸完了 光蒸这个糕 然后蒸完了再加这个果酱 诶这个好像巧克力了 它这应该是八个 八种不同口味啊 好久没吃了 来试一下啊 拿一个啊 这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馅的 试一下 豆沙的 这个是 底下就是米粉 蒸出来的米糕 这个是巧克力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馅的了 好像是 果酱什么的 诶好像是馅 对 它这个馅给的真大 就是上面这个果酱 你看 每个 每个上面这个酱 都是好多啊 有的就抹一点点 然后他们家真的 这给的可以啊 然后其实以前熟里糕我吃过 以前最早的时候 它底下是有那个 一个类似那种圆的脆饼 然后那个也可以吃的 对 现在都用这个快餐盒装 然后这其实也是天津非常传统的一个 小吃啊 就叫熟里糕 然后 老远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嗡嗡嗡嗡 因为它那高压锅有那个气压 然后顶着那个 就发出那个声响 然后现在就是 基本上都是小摊 很少有开店的 等于就是 可遇不可求吧 对 已经好久没吃了 也算是天津比较 传统的一个小吃 如果有到天津 这个是红堂的 有到天津 然后刚好遇到的话 可以买个试一下 对 这是很多天津的 应该是很多天津的 小时候的记忆对 感觉还不错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你觉得怎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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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